又来介绍一部电影《出租家人》 最初看海报的电影 我没有看陌生 因为我决定看的电影 我完全不希望知道它在说什么 又看它的名字 好像很普通电影的小品 谁知道继续有惊喜 甚至比之前我们介绍另一部小品 田字L 他比田字L更胜 田字L我们最后去给霸儿 而这套可以比较很高 我免得比太高 因为人们说我刷《真志慧鞋》 但我不存在这东西 因为它旗下有很多节目我没有拍 甚至它那个选秀节目太离谱 我后来霸评了 也有拍片笑它 所以我不存在要刷TVB鞋 只不过这部电影是《真志慧》演 而里面它是饰演了五个层次 从最开始你以为平民电影办周星鞋 连过吻天仇的五百元任势 你也知道 谁知道 看着看着看着越看越好看 我经常会用推进的词语 但这次它严格来说 那个更多是可以用变化 剧情一直在变化 一直在变变变变 也一直涵接着前面的东西 一直带进去 原来也有很多暗藏的铺牌 刚巧这套不是太复杂 我看得回一路抄袭了关键字 就发现原来一直埋伏了很多伏线 一直在后面逐一推出来 而推也很正 没有那些开口牌的 全部是暗藏了 其中下面有几场戏 我们下面再说 这一套跟杨秀成一起出品 联合出品 只是监制 不知道是不是也想监制一套 自己过一下影帝戏 他拿过影帝戏 而且里面也有五个层次 我们下面再说 他当年其中一套一念无名 就是赢过最佳南配角 那时候还要赢什么 对势是什么 你听到下一条 全部最强的那些 就是影帝级的南配角 吴曼达 秦沛、廖启智 还有当年黑仔 五个 那是春夏读的盘长 大家可以去找 很搞笑 全部是拿不知多少次 配角 影帝又拿的一次 然后一起竞逐的南配角 这套我是高度推介 还有评级的分数可以给80多分 然后评级很有趣 我会推介大家 约上家人去看 可以做一次孝顺仔 孝顺女 尤其是如果你甚至结婚 你和你的老婆 或者老公 然后就问你两路 什么时候有空 总之星期六日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有空 有多忙 在买好戏 买好戏票 请他们 早上喝早茶 然后说老爸 看一场戏很棒 谁谁推介 建议一家人去看 他说保证你一定多谢我 进去一起一家人去看 接着可以是喝完早茶去看 中午场 或者六点钟的长浅 看完去吃晚饭 保证你会有奇妙效果 这一套戏很有趣 估计不到 整个变化很有趣 下面再说 内边有一句说话 就是人生他演过最好的一场戏 他也估不到是演给他最亲的人看 究竟在哪个位置出呢 大家慢慢留待去看 他有机会增逐新年度的影帝殊荣 因为他里面最初以为是四个层次 谁知道到最后还有第五个层次 演了五种层次 我们下边逐一再说 很棒的 内边也包罗万有的 没有任何一丝不应该存在的位置 内边很顺畅 全部应该要出现的东西 他没有多也没有少了 例如有一些飞车 有一些笑料 有剧情 有演技 最初是曾志卫 谁知道不是 五个层次 内边有一些他曾经演过的 例如一念无名 演一些平民百姓的老爸 内边也演过 既是80年代曾经有趣的戏 后边也充满演技发挥 还有感动位 人生反思 家庭的反思 还有很多猜不到的东西 一路推一路推 一路变一路变 变得很合理很smooth 你是不知道的 他没有开口牌 你是跟随着导演的引导 慢慢慢慢你就知道效果 那就很好搞的 还要你最初 你以为是这样的效果 谁知道看一看 你就笑出来了 原来他在描写这些东西 里面笑中有女 女中有笑 很有趣的电影 导演是值得大赞的 但看回导演 原来他也没有拍过太多电影 主要是拍很多MV 这一套可能是得到导演提携 出品人提携 曾志偉那些 他里面也是跟甜柳做一些对手戏 但甜柳最初就是 以为是奇套 有点可笑 有点笑 笑 имdasda 笑原场的影片 谁知道不是 后边是很多发挥 甜柳原来 他拼演一个包组妇 真是真有趣 什么元素都有 真是喜怒哀乐 人生反思 有笑有蕾 全部元素都有 得很好 很丰富一部电影 很惊喜一部小品电影 没想到这么多发挥 陈家乐慢慢进步 他会接判 电影圈的男一 他 张继聪 另外 几个TVB的旧账 黄中站不出戏 但他两个还要慢慢揣摩如何跳出 再找新定位 那些不多说 陈家乐演很多角色 最近也看了很多一套 都会演到进去 你会相信他是入哪个角色 和周嘉宜 周嘉宜对上那一套做金手指的普通发挥 这一套不错 整套电影的剧本很好 令到每个角色 都有一条故事线 有一个内心世界 导演会一直带领你探讨 他们每个人入哪个内心世界多有趣 还有这个小妹妹也不错 有点鬼妹仔的感觉 也是挺好的点缀 然后出租家人 其实日本也很流行 未知这套是否在那里拿到的概念 跟出租情人一样 只不过他不是饰演情人那么简单 他提供的东西还可以是 做孝顺仔 或者 做个 老豆 什么也有 做老婆也有 做一家人也有 那里面 利用很多 多优秘的形式 带出 这种出租家人 的反思 也很棒 你以为是搞笑片 原来是一套 人生电影 其中很快 不同元素之后 慢慢来到 密美恩这一段 留意 开场 也很棒 一开场 经常在天台 有个瘋子 协持了8个人 就是绑架 如果不提供 直升机1000万 一亿 是逐个分钟的杀人 很刺激的 如果大家有看过彭浩祥的电影 你就明白 后来展主又来到 这边有密美恩有一段 又是笑的 真是笑出来的 这一段令我很强烈 觉得 他原来 80年代 曾志伟 跟 石天 密家 那些 演很多 其中有一套 石天 叫追女仔 很搞笑 他里面有 少少的感觉 后来 因为他有五个层次 而另一个层次 演化了 比较老道的 老年人 你当是60岁 里面也有点感觉是一念无名 里面那种 但是他还有另外三种层次在演绎 很棒 这个有机会竞续影帝 他下个年度 这个年度 提名了 未来新的这个年度 他有机会竞续影帝 看看行不行 如果我是影评人 我会选他进去 去到张建兴 又是 有几种层次的笑点 很棒的 一出场 张建兴也是他都出名 演什么就像什么 又是未来那些必然男一 当然他现在是男一 未来撑起电影圈 靠他 陈家乐 张继聪 这些 未来也是 随着那些 古天乐 刘青云 那些 慢慢老了 还流华吗 你演到多少岁 要慢慢接上去 一出场 就有种幽默的笑 演下演下 就真的笑了出来 怎么知道笑笑笑 就发觉 撑你的肺 原来笑点是另一个 点 就是我们投入了 他的预设 我们不知道他埋伏了另一种笑点 然后笑笑笑 撑 然后你就知道 原来他在卖另一种笑 就有两种层次来笑 这部电影很有趣 他和周嘉怡有一条线 带出一些反思 这条线我喜欢 整部电影基本上没有多余的位置 没有任何多余的位置 每一场戏都需要 也几乎是点到即止的 不会有任何一个画面或一个对白 你觉得是多余的 全部有需要出现 也只是出现了就够了 他不会有 添加额外多了的东西 还有那个结果也很有趣的 不是一般我们看开的结果 他不断都没编 我说是不断变化 它的形容词又不断变化 不是推进来的 有些笑料 出场那段也挺好笑的 也是笑了出来的 许正韵出场那段 王翠鱼又出场 当陪他去找出租家人 接着那段是笑了出来的 然后去到前一小时 甜楼仍未来了 也是搞笑的 后半段来了 有发挥的 所以前半段很强烈 就觉得80年代的追女仔 曾志偉真的这样演的 有里面的东西 以至90年代那些 又是追女仔 又是曾志偉 以至2000年代彭奥祥那些 而甜楼仍未来 更多我想起情圣 又是不停吹不停吹 不停吹老作 他们要假扮人家是家人 很容易有村宾 不停吹老吹说大话 石修那场戏也很棒 石修是方力申 那边的父亲 就是做过检察官 月人无数 人是鬼一眼看得出 谁知道 他有一场戏就是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然后去到最后 解答那场戏 他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会这么奇怪的行为 就是原来他们在说 一个真理在里面 很棒 有很多人生凡事 后来就甚至 曾志伟要演一个角色 他一开始设定是一个银天仇 但实际他并不是一个银天仇 他有五种层次 他为了要演一个角色 即是假扮人家的家人 那个人是坐牢的 他要假扮的那个人 实际他在监狱坐牢 他先假扮 他就说为了 学银天仇 为了要揣摩这个角色 他就去探监 那边也是笑中有感动的 去到陈家乐 你以为又是滑头之人 他做出租家人这档生意的 即是创办人大老板 他又要滑头的 拆鞋 如何哄老板 臭老板 卡人客户 这个大厦不得罪得 你以为就这样滑头 谁知道又是一个黑滑描写 他原来小时候也有一段故事 很充满内涵 表面好像一套搞笑电影 你说这么多的TVB人 其实也不多 不算多 一点也不觉得在看TVB剧 是看一套电影 里面有很多内涵的东西 很多反思的东西 很多在前面埋伏了 而埋伏的不明显 但是你又会记得 去到后面其他场口 他又会解答出来 你是毫不察觉 但当他重新带出来 又会认识 仿然大悟 很好 很高度赞赏这个导演 有些甘愿是诈训 比如我要老婆 我明知道他扮演 我要嘛 怎样扮扮 我又喜欢他 或者我要孝顺哄我 我明知道他扮演 但我也沉溺在虚幻之中 后来有一幕 你要钱 说多少钱 他说不要瘋 他只是假扮 他不是真是你什么 然后我多少钱都被醒了 分构 然后又牵涉了一个道德 我们应不应该继续做 是否要继续骗他 又是说了一件事 如果我没有你们 那我也不会有现在 实际上你们都在帮人 究竟这些是骗人 欺骗 还是害到人 还是帮人 看下各取傻碎 有些人真的甘愿沉溺在 那个不真实的世界 没办法 有一个位是结婚 那些twits 多得不得了 不停在那里变 变变变 而资讯量又不算特别复杂 一路接收 一路未完 一路有变 一路未完 你以为结束 又未完一路变一路变 就带回很多不同的东西 一路分支出来 不再是笑片 是一些反思的位置 在那里不停出现 很好 还要有丁子浪 又串了几场 很棒 那个twits 很漂亮 到结婚那里 大家如果进去看 留意 绝对可以提名男主角 我最初的码是四个层次 力真影帝之作 怎料不仅是这么简单 五个层次去到最后变下变下 还有多了一个 整套戏的流程无缝衔接 很流畅 没有任何一尸会跳出去 那里面又带了一个反思 就是欺骗了所有人 都欺骗不了自己 然后又有一个反思 就是大家是说一个信任 所以我明知道你在欺骗我 但是我基于一个信字 我也是继续信你的 然后就有个良心 良心去了哪里 然后就有一些隐喻 每一幕都有隐喻 在后面带出来 曾志卫他开场做一些事情 我们不多说了 后面他又会达到一些关键字 譬如无国界医生 原来是埋伏了一个位置 他不是乱说出来的 很绝 然后有一个位置走完之间 他说他是他哥 他还有个儿子 他还有个儿子 但儿子死了 然后吭吭吭吭吭 谁知道 原来又是有一些伏线 全部是有原因铺排的 每一幕甚至每一个对白 原来是为后边铺路 最后有一种人 有种人 甘心情缘 是逃避现实的 最终是少宗大类 八感交集 然后五种层次演绎 就是曾志偉 里面会讲述 夫妻的感情 亲情 母子情 父子情 情侣 和家人 有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我挺有趣的 我有一个推介 就是建议 和家人一起看 约你两脑 或者约了老婆 或者老婆 约老公 老公 约老婆 然后约了两脑 四个人一起去找一天去看这部电影 很棒 而且到最后的原场 大家都不舍得离 作为子女去约两脑一起看的一部电影 很少可 会有一些位置感动到会流泪 很有趣 很奇妙的一部电影 很灵类 很有趣 大家有兴趣去看一看 并不是要拆鞋 在Long Line我笑 不存在话 因为要拆鞋 又说好说话 是好 就要说好 今集来到这里 为什么我今天用绿色和紫色边框 其实是呼应它最后某一个场合 就是绿色和紫色的东西 我也有点心思 今集来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 在下面留言